各位麻眉朋友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研究多一場賽事 研究明天快活谷日馬賽事 看看快活谷日馬正不正路 關乎第九場 各位未看片之前 可以鼓勵雷文給贊 各位有心支持雷文 可以盡量去支持雷文 跟大家說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 這場是菊草賽事 最近跑得好表現的馬 真的有不少 但有一些上次的騎發認真 可能輸形勢也好 輸什麼都好 看看大家怎麼看 我自己讀了這場馬 我自己覺得上次跑得好的馬 例如加州得迅 上次就不要說 前次跑得好 輸給夢想成金 閃電俠 四條煙 看回那條片 那場馬很多馬再出都可以 雖然是賺了一個步速 但騎得真是認真不硬 真的沒得說 舌欣哥哥 今天又撿過九檔 上次十一檔 藍天之星呢 之前試過一課集出來跑 上場是外游的 即是從頭到外面外游游回來 這次第一次跑菊草 多姿多才這隻馬 真的要去研究一下 今場就說一下鬼故事 剛剛這文 拍了一條馬場鬼故事 鬼故事 鬼不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在哪裡出現 跑完出來才知道 潘頓上次背了鑊的 有月跑 閃電俠他也不屬於背鑊的 他也是薄的 但是今天他也放下閃電俠 就騎回羅庫泉上場 憑著慢步速 就贏了一場四班的多姿多才 那場的步速真的很慢 待會我會和大家看 這隻多姿多才 但只有他一隻就放回來 他主宰步速 跟著他的聖感 可能被他的步速主宰了 聖感再出就贏馬 藍莊之歌再出近 騰龍超影 就贏馬 晉著士也是近 真聖者再出贏馬 不過是浮去外檔 特區聯盟再出贏馬 不過是泥地 其實這場馬 萬步速追得好的 就是真聖者特區聯盟 兩隻馬都贏了 是那隻藍莊之歌 不知道為什麼 潘頓騎 我記得也是 潘頓騎 跑過緊頸 死回來 大家沒得頂 慢步速追得好的 三隻 有兩隻 贏了 這隻不知什麼時候才贏 其實他後面有這麼多對手 再出 都是再有表現 信心滿 但那場馬有很多馬 塞車的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再看看這一隻 多姿多才的賽跡 其實他上季有一場 在好後衝上來 雷文覺得那場馬 就算吧 他在好後衝上來 只有他和美妙星 出了名谷草 都是很後勁的馬 就是這兩隻馬可以衝上來 但始終都是四班 這隻馬其實手也可以 追也可以 潘頓選他來騎 亦都不可以說是一個不合理的表現 再加上有王牌 但是上次他再騎那隻 善傳萬里 大家都看看 他曾經有一場 那隻移昌飛驅 就在好外之下 那隻移昌飛驅 就輸了給他 那移昌飛驅 後來上到二班 那場馬不要再說 就輸了 上一次 今季跑了兩場 都是沙田的 兩場都撿外蕩 又是潘頓的馬 即是潘頓這一場 對上騎的 背了鑊的 又越跑得 閃電俠 都可以說是 OK 接著就善傳萬里 這三隻都是潘頓騎開的馬 潘頓選這隻多姿多才 他選來騎而已 但他有沒有 要他的根據 其實這隻馬出賽了 除了退出那次之外 四次都未得過五名 拿了兩個win 手又可以 追又可以 上場雖然說他賺了一個慢步速 但他不賺 究竟可不可以跑到 他在四班 照追上來的表演 你都不可以抹殺 今次一減 就減了他多少磅 一減 就減了他14磅 我相信這隻馬 都可以留意價值 再說回來 我想跟大家說 我今季未跑過的馬 這隻精彩輝煌 試了兩貨重化閘 大家都記得 只有老朋友 真的有 雷文 重新再做這個頻道之前 上季這隻精彩輝煌 我記得和和庫泉的兩場 拿來做膽 那隻叫做什麼 八聖龍再遇歸來 我兩場 二百幾倍 七十幾倍 拿來做膽 上季熱鬧鬧 二百幾 七十幾 這麼冷 就刷不到進來 但是他熱鬧鬧 那天他刷了一場第三 接著跑場第四 今天是季尾 其實這隻馬是有點卡士的 但是這隻馬 四月就受了傷 到八月才開始做功夫 一直做到現在 但是我不敢少看這隻馬 因為第一 有些斑 第二 而方仔 亦都是對這些受傷馬 經常在健康疑慮的情況下 殺一個措手不及的 我看過兩貨集 兩貨來講 有一貨叫做好一點 我不會說那些集好不好 因為那些蟲化集比較難看 但我覺得是OK的 OK的 紅酒之寶 試了貨集 咬著位置回來 試菊草的貨 不說了 菊草的貨 咬著位置回來 是OK的 但是末段 就開始有點力藥了 再加上今天 撿拾檔 他要爆進來 有這麼多實力馬都選不到 四條煙上場 如果有時間看那條片 如果有時間看那條片 有很多馬再出都可以的 那一場馬 包括了 他是賺報速的 比如 孖寶 再出都很接近 偉大勝利 藍莊家好 風雨驅流血 沒得說 電訊奇風 會長之聲 這些 就算是彭彭聲 放頭再出都很接近 好比哥再出都跑過 一場第五 雷地反位就不行了 變成這隻 四條煙 上場只不過是輸一個幾馬位 但是他是屬於 賺報速的 大家都看到 偉大勝利 藍莊家好 電訊奇風 和他自己 都稍微追上來 因為 頭那段 捶馬 好像彭彭聲 風雨驅 都捶得很快 他是賺的 但是今天 仍然是撿了個狗檔 都是不理想 今天他也是用阿薛恩 他要剷進來的 就任由他 擅長萬里 兩場就輸了 這次就回到谷草 跑短一點 用到楊明倫 我覺得這隻馬 有懶滿留意價值 因為這隻馬 雖然說 宜昌非區那場 是拿來輸的 但是他曾經跟很多實力馬 跟實力馬 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會長之聲 上場就是跟那隻 剛才有四條煙 他就是蝕報速那一隻 當天撿過九檔 用何宅堯 今天就用到賀明年的十一檔 賀明年再加十一檔 他上將蝕報速還是蝕報速 這次的檔位和背叠 我覺得都是看一看 極爽的貨集 我自己覺得那貨集 今天他只是試了一貨集出來 試重化集 五十八秒多 他跟今天有跑的 好像如真如假 極爽 我覺得那貨集是OK的 守著前面 沒有怎麼騎 就是沒有怎麼騎 但是這隻馬 你再看看他 他曾經贏過一場上季 所以我就說那一場 忘記關乎高東尼那一隻 什麼馬 那一隻叫做什麼六 忘記那一隻 退出了那一天 賽事 然後再出這隻 保重那一場 那一天 丁冠濠好像是出擊那一天 然後 再出他 他就沒有了那些速度 不夠人快 就變了守著 今天再撿十二檔 但是說那一貨集是OK的 開心好友 我覺得真的要賺報速 而且這隻馬也是有些 班數 想跟大家看片 我先看看這隻加州得訊 今天潘頓有幾隻馬 他選騎的 他騎的 他也騎的 他也騎多姿多彩 加州是在高東尼那裏 一心一意都是高東尼那裏 除了高拍身那些之外 其實這隻馬速度 都沒有掉過五名 其實這隻馬 整天都像團泰安 莫雷拉 莫雷拉前場都跑過第四 上場就換了陳家熙 莫雷拉騎了那隻 霍利時那隻 海旋泥 但是你再看這隻加州得訊 我覺得陳家熙可能是騎不定這隻馬 今天沒有了陳家熙 陳家熙沒有馬騎 放了黃進回來 即是高東尼有心蓄意去減榜 但是減榜之餘 又不用上次跑第三的陳家熙 是不是對騎士有些挑剔呢 不如看看他這場馬 蔣金大王貴內選過他 爆爛就是這樣 其實都是有能力的馬 日風勁草 甚至乎露露之星 美麗躍動 這些都是一些奇妙星 剛剛都爆爛回來的 這場跑到有點事 看看這隻加州得訊 如何推進去 然後再追上來 好 一跳出來的時候快閘 他現在在三檔 一早就 蔣金大王是快的 他就要跟著他 黃衣 藍帽那隻 露露之星 在下面的第六位 粉紅眼罩 中蕩 有這隻高明進將 粉紅帽 第七位 那其實呢 你看看他守住的位置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入到直路之後 他又閃很久才不閃上來 暫時就是那隻新威力 對面直路到中尾段 蔣金大王就先放出來跑 接著在第二位 外面是平常心 在下面有加州得訊奇妙星 第五位露露之星 第六位 粉紅眼罩 高明進將 第七位粉紅帽 就是那隻疾風徑草 尾五海船來 後面四隻 馬臣好運 無限雙機 尾以美麗躍動 包尾仍然是新威力 轉彎入直路 蔣金大王 真的騎不上去 第二位 就是 發揮得不太好 想進去 又要再拔出來 拔出來 打斜 打斜 再追過 趁了下去 趁了下去 再撲 莫雷拉 騎得挺精彩 你看莫雷拉 尾以美麗躍動 還要拔出來 所以馬場鬼鼓 你不看片 真的看不到出來 這文就是 盛載大把時間看片 看莫雷拉 海船來怎麼站 偷出就是這隻 平常心 賣面獎金大王 外面有加州德遜 推上高明進將 一齊出來 接近終點 平常心 高明進將 外面上來 那你見到 這隻 加州德遜 又要拿位 放進去 又拔出來 即是 跑不到直線 今天他仍然都用 減榜騎師 相信 田泰安騎了 那隻 叫做閃電俠 他又不用 田泰安 有心減榜 然後 又不用上次騎得 發揮得一般的 陳家熙 這隻馬 沒掉過 先選他 一號 要了 第二隻 我想和大家看看 月跑得 輸給夢想成金 大家都記憶猶新的 咬住個好位 被夢想成金 困了十幾步 都是輸過半個馬位 大家想看看 上季被人問話那一場 好不好 是不是問話那場 何宅堯 忘記哪一場 是問話 看清楚 應該是這一場 是 月跑得 大家看看 他如何和 君達星和道區 他這隻月跑得 跑過第四 在這一程 那時候在二班 還在葉楚行 怎麼被人問話 對手是君達星和道區 永同歡夫 牛角仔 連連旺 激賞 今天在哪跑 是這些馬來的 看看今天去旅見威 第一次跑谷草 看看S 走位 這場馬 很精彩 黎文賣了二百多倍 第三位 還在激賞 內蘭第四位 美麗有形 中間第五位 白三紅毛 和道區在他前面 大家看看和道區 怎麼走位 他怎麼走位 黎文賣了一場 這麼舊的片 讓大家看看 又是馬場鬼故事 和道區包了什麼 月跑得 好了 對面直路的中段 還有第一波 先放出來 外面位置 現在激賞走上來 第三位 還有正陽青鋒 內蘭第四 美麗有形 看看他佔什麼S 抽來 中档白三紅毛 還有牛角仔 內蘭連連旺 中間位置 還有永同歡欣 後面四隻 有慈愛恩典 哪個哪個 誰以和道區 最後就是月跑得 好了 轉彎直路 君達聲 依然佔先半個身位 激賞第二位 和道區 設著內蘭 轉上來 你看看他 這裡找 找 找完又放進去 少班又抽出來 最後百多米 雷文二百多倍 買他 記得很多 S走位 左村又插 抽出來 差一點 第三個 多了幾多倍 一百三十倍 一百四十倍 我雷文很記得 跟大家欣賞這條 那麼舊的片 選他 除了巴道騎 雷文擔心 不知道巴道哥哥 什麼時候才回來 他不懂騎馬嗎 不可能 為什麼馬這樣騎 有原因 一號二號 愛了 至於第三隻 我相信 今天會長 知聲賀銘連 上場 減了 十一十二檔 這兩隻 都會擺前 開心好 有可能 希望 有幾隻馬 走在前面 紅酒之寶 十檔 試襲都擺前 有幾隻馬 走在前面 可以對這些 粵跑得 甚至閃電俠 都比較容易發揮 越跑得 就愛了 但我不敢擺他 第一位 第一位 都是選擇這隻 有心悶騎士 再跟大家分析 步速 步速方面 這隻 加州德順 當日守住三位 哎呀 我都亂七八糟 不要看那麼多 很亂 如果不是各位 不是研究步速開的 真的很亂 看這隻 多知多才四班 步速 由頭帶回來 好像很厲害 但是你跟三班比 就算你跟四班比 都是慢的 多知多才 第一段 足足慢了一秒 第二段 就慢了 足足七線 即是一秒七線 多少個馬位 十個馬位 沒段 當然是 維持回22秒 這隻多知多才 如果只看他上一場的賽職 我就不會選擇他 但是他前一季 上一季 可以追上來 今天 背輕這麼多 這隻馬 都沒脫過 還是要回他 比較穩固 大家看看 這一場的 四班 看一會 四班 看開心好友 千二 都是慢 開心好友 這幾場都是慢 八線 這一段 再慢六線 真是慢步速 如果只看他上一場 我不會選擇這隻馬 但是我記得那一場 他很後殺上來的那一場 他今天背輕這麼多 如果今天有這麼多馬 他騎回那一場 水準 那一場追上來的勢 是不錯的 今天潘頓 既然有這麼多馬 他都會選擇這隻 來騎 愛他 二啦 一啦 二啦 因為加州德遜 上場的步速是快的 講時間 是他這隻 開到1分8秒多 上一場是1分8秒9 而是說1分8秒9 是有少少S走位所做出來的 看時間你都要選擇他的 鬥志都是好的 一 二 八 愛左 其他要選擇的 譬如好像精彩輝王閃電俠 善傳萬利 這三隻那裡選擇 再選擇的 我都是選擇這隻蘇寶羅的閃電俠 為什麼呢 這些受傷 好回健康的馬 今天有位馬尾提醒我 因為那時候馬場發生 我還沒想到這場馬 他今天除了上次 戴了我初戴的眼罩 今天換了CP1 但是我檢查他 他CP1沒有試過閘 應該沒有了 我不敢檢查很久了 我不斷檢查他所有的神操 沒有用CP1 再加上 他剛剛再出這一場 的神操 他也是沒有自己去彈集 試CP1 所以我不知道CP1的效果是怎樣 但是我相信蘇寶羅 走過來這裡跑 一來對手可能會弱一點 二來其實這隻馬 速腳是不漂亮的 有點亂亂的 但是他受過傷 始終是健康踏入正軌 趁他未傷 他也是有心去拼搏的 田坦安也是騎這隻的 那就相信他 那我四隻馬 跟大家參考一下 1號的加州得信 有心換減榜再搏 2號的月跑得 接著呢 這兩隻之後 我就會選這隻輕榜的多姿多才 憑著輕榜可不可以挑戰一下 還有這隻4號的閃電俠 至於四連環四重彩腳 英彩輝煌 然後這隻善傳萬里 可能會考慮那隻 檔位差一點的四條煙 今場的黎明的心水 1號 2號 8號 還有這隻4號就是我個人的心水 也有四龍彩四連環腳 希望大家明天多贏 拜拜